《粉丝经济的创业》 这是我总结个人的一个做事媒体的经验 优质内容 优质内容是什么呢 一切恶意的推送 应该是被听闻这种叫耍流氓 哪怕是你吃我的心天才有的把我拉黑 你们认识吗 很简单 所以记住 微信是拿来分享的 是拿来沟通的 不是拿来开播的 我对这个内容 对朋友圈的理解 所以一定要知道 你的内容是给你的用户 给一个粉丝创造价值 创造需求 创造他想要的东西 这是核心点 再加上你的内容的干过比较 才能让你的粉丝 你的朋友圈 更加的 有内容的价值 他去让你 我就举个例子 你在推送 可能很多下 一来就穿卖货 要去推广 这可能是使用 行动中的 因为你卖货的话 一来就很直接 而且马上就把他拒绝 所以我觉得是先 做好你的这个内容 做本事 再来发展你的朋友圈 所以一定要清楚 核心的优质内容 用户体验 这个是我总监第二个 用户体验 做到极致的 那我可以 来分享一个案例 苹果 它的5.2 前两个出来的 可以感受到 像三星 以前 也有 但为什么 苹果一直在创新 一直在 这个 在 它这个技术方面 一直领先呢 它的体验做到第一了 而且你们也发现到 它的这个 呃 功能提点化 而且它的 性能是越来越 OK的 所以在用户体验 一定至上 给你的本机一种 超期的欲望 和超期的一种价格 这是用户体验 一种精细 这是核心的 练习传播 现在很多 客人在做这个 内容的 传播 连接 通过图片 将文字的形式 来做这个 连接 是很关键的 不管是 你什么展示 你要 通过 方法 组结两点 练习 是你的内容 你的风格 你的特色 一定要清楚 你要把你的 内容和图片 展现 通过你传达的 你的用户的需求 而产生价值 是为何心的 还有一点 传播 是 你分享 不是你直接 来去做的 因为分享 才能参与 参与 才能 给到你的 本身一种感受 一种真正的 动心去交流 电视传播 还有一种关系 建立关系 加持 这种关系的 一种传播 让你的这种圈 练习会更强 更活跃 我也想跟大家 举一个小例子 我的朋友圈 我现在 发了个信息 就是找了一个数据 我没想到 我的评论 达到的接近是 三百条 就随便 发了一下 这就是 在电视传播上面 你用你的内容 吸引它 给它创造的需求 所以我看到 我这个评论 非常融化下来 因为它 所需要的 你给它创造价值 在这个传播内容 是为何心点 你讲到的 关键词 在这个周围 也讲了三点 第一个是优势内容 第二个是用户体验 这个没问题 最后一个 练习传播 练习传播 这个功耗再来转发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 它比翻发图片 或者是翻发通过截图 因为它内容更大 那这一点很简单 因为练习传播是未来在 通关圈最核心的一个传播体系 因为它能把你的内容 能把你的图片 能扩真 更加的 丰富你的这种推广 这种清晰 把这个赖点更加突出 说白的一点 就是业织传播 它人 也不管你是做平台配网 还是做内容 做分享 它能表达的 就是非常的这种干净 非常的清晰 关键内容怎么做 有两点 第一点是 你要掌握 你本身的这种配网需求 你是以分享微图 你还是以配网微图 你还是以直接的 迈过 还是做活动微图 你的简里关键 第二点 你要把你的内容 发掘它的需求点 就是它的卖点 加在你的图片 向连接 因为 那种面词当过 文字不需要过于太长 关键是 你可以分成 关键是体现 你的核心的内容 的需求点 让它引起它的感想 和它的 对你的 这种背容的表演和感悟 所以我对这两个 是来做 做分享同学的 互联网交易阵 这是在夜邪大老 现在是 应该能看到的 我看了一个 网络的警告 他有一篇文章 他作为分享 说传统电商 将面与 瓦解崩溃 他为什么说呢 因为 电商市场的同利期 做完已经结束了 因为 为什么大家知道 现在的好 做的成本非常高的 据我所知道的 企图品牌 现在做都不一定赚钱 再亏钱 因为它的成本 把它的这个利润 再压缩 那甚至于 移动互联网的 微信 群态的举起 那我觉得是 本师 同意的事实上 好来 这是看见的 看不见的 跨界 进程这也可怕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很多传统企业 他们以为是传统干掉的 不是的 是 互联网的企业 干掉传统企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比传统很坏 比它更加的蓄谋 更重要 传统企业网 才能掌控用户的 内容需求 所以竞争是这个方法 那传统变化的渠道 也面临不贵 做全网冰箱 我也看到现在很多 做的很辛苦 在折扣 在这个服务上面 一直在家说 像我会挺贵 像大家也都知道 做它不一定赚钱 说白了 这个地方的处理 一个违过 因为它渠道也已经 面临不贵了 唯一的如何改变 改变有两点 第一点 照顾移动互联网 现在这个时代 我特看好品牌 不管是商品牌 世界上品牌 我觉得它 它有供应链 它有这个品质保证 关键它怎么去 控制它的这种关系 通过它的这个团体 还有它的产品的组合 其对产品的渠道的核心的控制 再加上它对关系控制机 找到它的铁钢粉丝 它是有市场的 第二点 过去是社交弘历 那我现在说今年从这样开始 是微信弘历 那我做今年 那我改掉的一个名词 叫粉丝红利 因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这种微信 粉丝经济这种核心点 它是把整个移动核心在粉丝上面 一个城市上面一个增长 所以为了下一个五高十年 持粉丝的红利 基于粉丝的增长 现在看的是人人可以开店 因为你好好你的这个户人 你的服务 你的这个产品 你自己做好你的这种工业的体系 人人都可以帮你做你的增长商 人人可以帮你做贴管 所以未来的趋势是掌握在一路会养的 时代和粉丝经济的时代 那我会从下来讲 为什么粉丝 它是未来的一个老板 无道世间的这个市场红利 我们来看看这个演变 电商的一个时代 从电商1.0到3.0的时代的关键词 第一点是以搜索实现流量费源线 当时是在2000年时以摆布 以Google为核心搜索 现在的摆布也站到了很多人的位置 以搜索为实现 2.0是以 在2018年这个时代是以淘宝 砸钱 就是搞活动 就被抢到流量 当时是非常 在这个逃跑的时候 活动是做的 做得很成功的 3.0 这是未来的核心 以粉丝为核心 打造忠诚粉丝经济的社群体系 所以我对他的脸面 从电商1.0到3.0的时代 这是一个孤独 也是未来的方向 粉丝 就是小米 小米是为他的发烧友 而去乱力 做他的手机 他不是为手机而做 是为发烧友而做小米 所以他呢 为什么做这么成功 这样一代 这一块 他是站在风口论出 叫风口论赚罪的 所以他成功了 自媒体 自媒体是市上面的微博和微信 下面是粉丝 微信给自媒体创造了平台 创造了机会 创造了粉丝的 下一个五到十年市场 一路互联网的时代 人人都是自媒体 人人都是自民心 人人都是自建商 让优虎帮你获利 让消费者 帮你赚钱 给你创造价值 一路 变革 从现在开始 行动 也从现在开始 快速拥抱一共互联网 与本事经济的实战 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快的去拥抱一共互联网 和粉丝经济 非常希望你对这个粉丝经济的创建 这里刚才讲了一个电商市场的红领 现在市场的预期战 它的恐慌在于说是今年和年年 大家就有时间表来预测 我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我们就看淘宝 手机淘宝 以前是录到起 现在被小艾斯带用来接待 从这个形势来看 作为马人 他一心是站在 飞机上 拿着愿望 就是看不到对手 但是今年不行了 他曾找到微信 他是没有办法 所以 手机淘宝是不能扛起 挑战微信的大旗 这个我觉得有难度 首先 基于迷路互联网 手机通过这个司机 今年就开始在图局了 再通过微信的空门扩张 在对微 我们叫微商网 在迅速发展 我觉得就这两年 这是一个点 也是你们对 一部公园网 对微信的抓住的机遇 所以我们就这两年时间 所以觉得是一个 它的迷路云已经结束了 只是在看怎么做 为什么京东被培训给 有空谷吧 因为京东 他肯定想发着微信的一个平台 来跟淘宝 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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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明显的 从今年的大的巨楼来并购 我也在说 今年是一个洗台 有一个信号的产品 很多在竞争 像滴滴 和快递 因为快递是给 R17 滴滴是 滴滴 你们在说用情的时候 滴滴肯定是给快递好 这是明显感觉到的 老师您好 我在讲我就是客观性一件事 怎么样能够激发客赛 就是一个 关于微信网里面的一个 转发吧 这个问题也是面临现在很多多企业的 多多经员号 不仅想 我的这个 从什么方法 让更多的这个用户 本事关注到我的这个经员号 其实呢 要根据你自身的经纬 作为品牌 肯定是想 越来越多的这个用户越好 但是 现在的 用情话也太多了 那我总结有三点 第一点呢 首先要找到好的 传播媒体 社交媒体 来 帮你来做支撑 是很关键的 比如找自媒体当好 这是一个 大家所要知道的 做联盟 通过他的这种 庞大的这种本事社群 来帮你流量 采取这种合作的方式 第二种 那你这个产品 你可以做一种 社交的自电商 自媒体 自民心 你可以定位为自电商 这块 自电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 你把你进入一个自媒体 这个恒生物 你把你分享的内容 通过电源号 让更多人知道你 做什么 影响 所以我们在自电商 也是一个做法的一个方式 第三个 那就是你在现场方面 你的这个产品的内容 你怎么去分享 很关键 你不要直接说 我要你们去 开网或者去做一些卖货 这样子一定会形象的 我说的 朋友全是拉来分享 很多风的 不是拉来卖货的 那你要把你的内容 分享到你的精神的 你的引导的需求 做服务 做增值 这样的话 它会引导到你的 金月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点 是在我 做自媒体的主节经验 也是我 我觉得它 这是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谢谢大家